大家好,我是耿延,今天是2022年10月30号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就是官员穴 官员穴,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穴位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耳闻 或者说有一些了解 这个穴位的话,其实就正好在我们人体正中线,任脉上 同时在肚脐下三寸,四指这样的一个宽度 正好在那个点上 其实顾名思义的,我们从名字上来看就知道这个穴位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官员,官员嘛,官就是官卡的意思 圆就是元气的意思 就代表我们人体的一身的这样的一个元气呢 正好就卡在这里,正好就长距在这里 这就说明了其实老主宗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给我们后人提示,这个点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从现在解剖来看的话 这个点正好在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下腹部,下胶 它正好呢,里面又有,对吧 又有肾脏,又有膀胱,又有小肠,又有女性来讲,又有子宫 所以说呢,这个穴位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主生质,主腻尿 所以说对我们人体,可以说是其他的一些器官脏腹,可以说影响深远 当然了,其实从中国传统的知识里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穴位 首先我们其实从这个皇帝内经上的一些记载,我们就知道这个穴位啊,就是很重要的 他明确提出了啊,这个官员啊,就是原阴原阳,长距之处 呃,可以说啊,这个原阴原阳,就是阴阳的这样的一个长距之处了 对我们人体很重要,对吧,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其实在扁鹊的难经上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穴位啊 当然了,他又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了解的,就是丹田 就是说,官员,他的名字又叫丹田啊 另外呢,也提示出来了,就是这个丹田之处啊 就是旗下肾间动气之处啊 又提到这个肾,肾呢,当然足我们人体的先天之精气啊 不仅仅足我们生殖,不仅仅足我们腻尿 同时呢,也足我们一身的这样的一个元气啊 可以说呢,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整个变化 也是跟着我们生殖系统的啊 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啊 包括衰败,包括转化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代表我们人体的整个 包括我们人体的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这个穴位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今天呢,就和大家啊,爱救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穴位的啊,力量 之前啊,前几天啊,我爱救的太息啊 就爱救了十几分钟 有三年之纯阳之爱 爱救了一下太息啊 一下子第二天马上就散伙了啊 这个官员呢,之前其实我也一直揪过啊 尤其是在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揪过啊 确实这个当时特别年轻啊 揪完之后可以说效果杠杠的啊 因为什么呢 他正好在这样的一个肾间动气之处 你揪的话,增加肾的这个力量啊 可以说他起阳的效果可以说非常之快啊 对那些阳尾阳虚的啊 我相信效果应该有很大的改善啊 另外呢,对小腹的这种疼痛、冷 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 包括对你的体寒,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同时呢,根据《黄帝内经》上记载呢 这个官员之穴呢 它是任脉和足三阴,三阴之脉的这样的一个交汇处啊 所以说埃鳩这个穴位的话 可以啊,温序整个足三阴的这样的一个经脉 同时呢,能温序整个小腿 温序整个腿部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 同时呢,有了温度以后 哎,你的生命就更有活力 你的气血运行就更加的好 我们经常说嘛,人老,什么仙老呢 腿仙老,对吧 你的腿仙老就是首先一个很好的 很明显的一个记号 就是你这个腿部没有力气了 你比如说这个腿的这样的一个发冷 对吧,腿的这样容易疼痛 包括膝盖的这样一个疼痛 尤其是在这个天气变冷的时候 天气下雨的时候 下雪的时候 你这个膝盖非常非常的疼 容易疼 可以说这里面的气血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你挨揍这个穴位的话 不仅暖你的小腹 同时呢,又温序你的竹三音 温序你小腿 大腿的肌肉 增加他们的气血流量 从而呢,保证你下肢的这样一个气血循环 增加他们的温度 从而呢,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挨揍 好,这就是这个点啊 这个点的话就是关圆穴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丹田 也就是我们人体原音原阳 长距之处啊 呃,也是难经上所讲的 齐下啊 正好是齐下 三寸肾间动气处啊 就是这个丹田处 这个丹田处啊 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你看我现在正在用这个爱条 三年的这样的一个纯阳之爱 呃,然后来揪一下它 上次揪太稀啊 揪的时间有点长 而且距离太近 所以说呢,能量太大 第二天直接上火了 呃,这次呢 我就揪一揪呢 距离稍远一点啊 温温的感觉就行了 揪的时间的话也不要太长 因为啥呢 因为我现在的这种年龄啊 可以说是阳气还非常足呢 呃,阳气能量还是非常多呢 所以说呢 它这个能量太强了啊 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点呢 你看你可以从解剖上来 来看的话 这个点从解剖 肌肉解剖来看的话 这个点可以说是 也是我们核心肌群 所在的这个地方啊 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呢 它控制下半身的啊 下肢的这样的一个肌群 所以说呢 哪怕从这个肌肉 从这个解剖 从这个神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点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啊 它控制下部下肢的这样的一个肌肉啊 到底有力气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所以说呢 温暖啊 温序给这个点力量 同样的能传达到下肢啊 如果说你温序的时间较长的话 那绝对下肢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温暖啊 所以说像一些年龄偏大的一些人呢 经常呢 这个这个下肢发冷 无力啊 包括这个膝盖啊 容易老寒腿 对吧 容易这个下雨的时候 天冷的时候 下雪的时候 结冰的时候 这个膝盖啊 就疼 就困重啊 所以说呢 就爱揪爱揪官员啊 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培补元气的作用 可以增强你这个气血在下肢的这个循环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同时呢 对女性的话 你想小腹的疼痛啊 包括痛经啊 爱揪爱揪这个点啊 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痛经 疼痛啊 有些痛经啊 特别严重 你吃这个止疼药没啥效果 那你用爱调揪一揪啊 包括一些产后啊 这个小腹的冷啊 疼痛啊 有血块啊 揪揪官员 非常非常有巨大的这个帮助啊 有巨大的帮助 有巨大的帮助 好吧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呢 可以试一下啊 可以试一下 就爱揪一下 温温的就感觉就挺好了啊 墩温的就会姿 帮助